大家好,我是派妹,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,节目开始之前,请大家点击、点赞、订阅和小铃铛,这真的很重要哦。 美东时间8月10日,核心团队发了一篇推文,推特这样说,请始终依赖派Network官方渠道提供的信息。 我们将始终在下面的链接中维护所有官方频道的完整列表,如果某些东西不存在,那么即使它声称是账户来源也不是官方的。 派妹解读一下项目方的这个推文,一段时间以来,出现了很多仿冒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博士名字和头像推文。 模仿的有声有色,扰乱是听,一直以来,这些假冒账号一直以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博士的名义发推文,错误引导了很多派友。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,按照项目方推文下方的链接。 一起来看看哪些是两位博士的真推特,哪些是模仿两位博士的假推特。 首先我们看一下推文的下方,这里项目方给了一个链接,我们点击打开推文下面的这个链接。 这时,我们就看到了官方在各个媒体的正式名称和正式的链接。 在最下面这里,项目方公布了尼古拉斯和范博士的真正推特名字和链接。 我们先看看尼古拉斯博士的推特号是什么。 看到了,艾特尼古拉斯。字母拼写是N-K-O-K-K-A-L-I-S。 现在派妹带领大家去看看,有多少冒充尼古拉斯推特号的。 OK,follow me。我们先打开推特,找到推特的搜索栏目。 在搜索栏中建入,Nicholas Kokoli。点击搜索,这时我们就看到出现了八个尼古拉斯头像的推特。 在这里,我们清楚地看到,除了第一个是尼古拉斯的正式推特,其他七个都是仿冒尼古拉斯博士的假推特。 第二个和第二个模仿的头像都是一模一样的。 下面我们把这七个仿冒推特的推特号列举一下。 第一个假推特号,艾特·Nicholas Kokolis。 第二个假推特号,艾特·第二,下画线 Kokolis。 第三个假推特号,艾特·Kokolis Nikolas。 第四个假推特号,艾特·Nicholas Kokolis。 第五个假推特号,艾特·Nicholas 08107377。 第六个假推特号,艾特·Chai Tran C。 第七个假推特号,艾特·CSN9N2。 大家还想知道有多少模仿范博士的假推特吧? OK,现在我们回到官方推特,再次打开项目方的链接。 按照项目方公布了范博士的真正推特号时,艾特·Tindiao, C-H-E-N-G-D-I-A-O。 我们现在去看看有多少冒充范博士推特号的。 我们来到推特的搜索栏目,在搜索栏中键入艾特·Tindiao。 这时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七个范博士头像的假推特,一看我们就知道除了第一个是范博士的真正推特,范博士一项低调的忙于工作,所以他低调到不愿意把头像放上去,也没时间发推文。 下面我们来仔细辨认一下六个假范博士的详细情况。 派友们一定要仔细辨别。 第一个假推特号,艾特·Tindiao已经有四万个关注者,看来这个假推特利用范博士的名字,欺骗了四万个不明真相的派先锋。太可恶了。 第二个假推特号艾特·Tindiao下话线范已经有1.82万关注,看来这个假推特也利用了范博士赚了很多流量。 第三个假推特号艾特·FanTindiao,这个假推特最可恶,干脆要完全彻底地模仿范博士。 你真的范博士不是没有头像吗? 我也没头像。 你范博士不是叫范成雕吗? 我的推特就叫FanTindiao了。 这种以假乱真的推特,不仔细观察还真的能蒙骗了很多人。 第四个假推特号,艾特·Tindiao Fan,这个模仿的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。 范成雕的全名模仿,挑选范博士最好的一张图片。 第五个假推特号,艾特·FanTindiao,这个假推特还好,至少没有使用范博士的头像。 第六个假推特号,艾特·FanTindiao,这个叫马清云的女孩,至少她除了把自己叫了和范博士一样的名字,但是她能大放把自己的亮照放上去,就把她认为是范博士的崇拜者吧。 好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收看。 如果觉得泰妹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麻烦给点个赞,留个评论,转发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